女人,男人,平等吗? 人跟人平等吗? 有些人,出生就含着新钥匙 有些人呢,就是山沟沟里边生出来 男跟女呢,它是两种性别 我们说,人跟人已经都不平等 它是人跟人跟物 我们说众生平等,它是人格上的平等 它是作为生命自然本性的一种平等 但是当它有外界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是每个人要做的事情就不一样 它能做的事情就不一样 有的人,那就是天生,家里穷 就在当苦力,学一门技术 他,这种,有的人呢,他就是说 剩下来是天子 王国江乡,你有种户 他生下来就是天子 怎么办啊 眼睛在那个圈子里面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男人跟女人呢 这个性别 这个性别 一阴一阳 更是不等 男女有别 男人做男人的事情 女人做女人的事情 而且 她的思想也是不一样 生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女性都追求这个地位的平等 做的事情不一样 你怎么等 有些人就是说,学西方 自由,民主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就是女性 Lady first 在中国呢 男人在前面走 在干什么 他是引路的 他拼的 他 这个 走在马路上两个人 女人要走在靠里面 男人靠右面 靠外面 而且中国的人行道 他都是有道理 他是人要靠右走 所以说,右面 男左女右 右面就是里面 这是我的内人 就左面呢 挨着马路 那我要负责保护他呀 男人我会 对吧 手脚更灵活一点 我羊毛 我要保护他 这是最基本的 每个人都能懂的 我们先不说深的 所以说 在中国 这才是对的 在哪个国家 这也应该是对的 而所谓男女平等 你什么都跟他一样 你怎么平等 女人先走 女人开刀 什么东西就 什么 不是什么在前面就是好 有些人死就死在前面 第一个吃螃蟹的 就是孔子说 不是老子说 不敢为天下先 不要轻易当出头 当老大 一个冒尖的 风口浪尖的人物 不是那么好当 包括最高层 所有人都看着他 第一 所有人都会去争 会抢 会有各种的 所以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 女性 这个工作 很自然 那家里面的事 好像是少了 其实也不少 那谁管 你外面的工作 就是留给男人 为什么女人 按道理是男人说明长的 男把女妻 下一节